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颜色的指定方式 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再写个网页 咱们要用CSS来渲染网页 对不对 那么在渲染过程中 咱们有一个操作是必不可少 什么操作 颜色的指定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CSS的颜色指定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CSS颜色的指定方式 该怎么做 我这呢肯定罗列了四个 咱们一个个看一下 第一 颜色名指定 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颜色指定方式 比如说red 英文单词红 对吧 比如说blue 英文单词蓝 再比如说green 单词绿 对不对 当然了 可以这么说 只要您能够想到的 表示颜色的英文单词 几乎都可以使用 这个非常简单吧 您可以去试试 比如说黄 对吧 比如说粉 都没有问题 但是 有问题 什么问题 英文单词 它就这么多 对吧 50个80个 表示颜色的 它可能就这么多 那么我想表示 更加丰富的颜色 该怎么做 就不能够通过单词了 那么就需要咱们 第二种方式 什么 看RGB 看RGB 三原色指定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颜色指定方式 什么意思 R代表红 G代表绿 B代表蓝 咱们分别给三原色指定不同的数值 0到255的不同的数值 来表示一个颜色 这个用的是非常的多 大家请看 我这个鼠标的位置 这个写法您应该见过 一个Sharp 然后后面指定 16进制的RGB的值 来表示一个颜色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它的例子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接下来 HSL 色调饱和度 这个说句真实的话 这个我用了不多 但是它也是网页标准的颜色指定方式 所以我说 我也给您介绍一下 然后我把HSL具体的解释 放到这个地方 您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这个很抽象 什么意思 比如说H表示色调 如何做 它表示红色 然后如何的值 表示蓝色 如何表示绿色 这都什么意思 这个我给您做了一个模型 我找到一个图片的模型的说明 有助您对于HSL的理解 虽然说这个指定方式 我用的不是很多 但是作为一个标准 作为一个知识 你还是应该掌握 比如说咱们看 我这是个调色板 我也不管什么RGB了 我不管 对吧 这是个调色板 我想指定某一个值的话 其实就是调色板上的一个点 对不对 比如说我把点放在这 它可能是蓝色 放在这 可能是绿色 放在这 可能是水色 对吧 我放在这 可能是橘黄色 我放在这 可能是粉色 对吧 不管是什么地方 反正它肯定有一个点 我把我这个点 比如说我把我这个点 指定到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 比如说是125 没问题吧 然后我针对于这个点 我再设它的饱和度 再设它的亮度 这就是HSL的指定方式 一会儿咱们会看到例子 这个虽然说我用的不是很多 但是咱们作为基础知识要了解 好 第四个 再往下走 透明度 这简单了 比如咱们指定个红 但这红咱又不想让用户看得特别清楚 要给用户一个蒙蒙蒙蒙的感觉 叫做透明度 该怎么指定 也就是说 在刚才咱们RGB之后 再加上一个alpha通道 A 让我这home给一个1 1是代表完全能看到 0是代表完全透明 完全看不到 一会儿咱们也会看到结果 好 说了这么多 咱们马上借用例子 看一下 我这有一个文档 咱们马上借用例子 我给您演示一下颜色的指定方式 go index 其实说了这么多 可能您都已经理解了 为什么 因为指定颜色可能是 css操作最简单的逻辑 好 那马上试一下 空口无评 go 好 我拷败过来之后 咱们一个个看 好 咱们看 我这有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里面内容 其实很简单 我这个地方有个h1 我今天就是要对这个h1 做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设定 然后我怎么设定 放到我的css文件当中 就是这个文件 通过我给它指定不同的背景色 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指定颜色 首先 首先我先通过这个文字 英文单词的方式 指定颜色名 好吧 咱稍等下 我先把它都屏蔽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想让您看到一个 我没有加任何颜色设置的时候 它是如何显示的 好 咱们现在运行下代码 go 今天是第11课 好 看一下 index 大请看 这是咱们最普通的 这个网页的默认的样式单 没有问题吧 好 我准备给它上颜色了 注意看 首先 我给它 我给它一个color 前景色设为白色 大家说会有一个什么结果 大家看 我背景色是白色 前景色我也剩白色 那会怎么样 会看不见吗 对吧 咱们试试 F5刷新 注意看 go 天色变白了吧 没有问题吧 比如说 我把它变成这个蓝 敲不露 好 再看一下 蓝了 没问题 OK 这是指定前景色 这个下面呢 Background是指定背景色 怎么指定 大家看 我想让它的前景色为白 没有问题 然后呢 Background 这个是CS样式单指定背景色的样式 让它背景色为红 这写上一个ID红 这个还是直接颜色名的指定方式 好 咱们进行看一下这个结果 前白后红 追 F5刷新 没问题吧 非常的一目了然 OK 非常的好 接下来 咱们不通过颜色名指定了 咱们通过RGB 我刚跟您说过吧 这RGB第一个参数 表示了红色的数值 第二个呢 是G G什么 绿色 第三个B呢 蓝色 我现在指定RGB 让红得R5 换句话说 全红 大红 后面两个都是零 那它会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全红色 对不对 看一下 没有问题 好 然后呢 我把RGB的支付 再作为一个简单自己的调整 这调整什么都无所谓了 比如说 我这个G 还让是零 但是这个Blue呢 我给它升128 那它就不是纯红了 对不对 会加上128个成分的蓝 注意看 背景色是不是又要比刚才比又要变化了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G上 咱们再加上一点不同成分的绿 再看看结果 大家请看 我通过这个RGB来指定 就能够表现出各种各样丰富的颜色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HSL保和度设置 注意看一下 运行 OK 没问题 这个我不给您解释 因为这个我说的真心 HSL我用的不是很多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研究一下 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使用方式 因为我看到很多代码中 其实是有HSL的渲染的 虽然我个人用的不是很多 但是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咱们先把它屏蔽起来 咱们看到结果了 对吧 是能够指定 OK 接下来 我想给您指定一个什么 α通道 透明 什么意思 比如说 咱们看刚才这个RGB 然后呢 我再多了一个A 表示呢 增加一个α通道 透明通道 然后呢 我的这个红255 绿0 然后呢 蓝是128 跟刚才咱们第二行一样 好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结果 α通道是1 说明什么 说明是全颜色显示 对不对 好 注意看 没问题吧 255的红 然后呢 又加上128的蓝 所以看起来有点像粉 对吧 没问题 好 注意 我要把这个加上一个α通道 注意看 我把这个1 首先说这α通道取值 由0到1 都可以取 比如说 我取到这个0.5 可以吧 0.5 没问题吧 那么 它就不是全颜色显示了 它就显示半颜色 什么意思 注意看 F5刷新 注意看 大家看 是不是有点透明了 确实是透明了 好 接下来 我把这个通道 如果设为0的话呢 什么什么 什么这个背景全透明 什么叫全透明 就看不到了 对不对 好 注意看 F5刷新 看不到了吧 那我的前景色是白 对吧 背景色是全透明 那它当然什么都看不到了 对不对 这就是呢 α通道的指定方式 同时 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HSL 色调保和度呢 也可以指定α通道 也是没有问题 咱们可以实验一下 这是全颜色显示 然后α通道 咱们设成 0.5 它就是出现了透明度 然后呢 还可以把它设为0 全透明 看不到 这就是最基本的 CSS颜色的指定方式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啊 非常简单嘛 对不对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关于 我给您讲的 CSS如何指定颜色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呢 能够报道代码呢 咱们实际敲 敲一下 实际呢 演示一遍 这个今天的 这个学习难度呢 估计只有1颗星 不是很难 您应该马上就能够掌握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啊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心中够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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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